詞曲 李宗盛 議員 非常深刻的認知 接下來熱烈的掌聲歡迎陳長健 謝謝主辦單位還有老師 還有各位參加今天的活動的貴賓 很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在這邊跟各位做分享 那我今天跟各位分享的內容是關於這個 MDD轉換到MDR的法規路徑的內容 幾個方向 今天大概的大方向是 法規面格的原因有法規面格的重點 然後現在面格的進展 然後給廠商一些應對的建議 我一直認為想要有一個好的方式去應對這些轉變 最好是能夠把他的這個萊物去賣更清楚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先跟各位說明一下 這個原油為什麼會有這個改變 然後在這樣子的這個改變底下 哪一些會是重點 再來再跟各位分享一下 目前的進展是到什麼程度 最我想這個MDR原來應該是在 2019年應該就是 對不起2020年 目前應該原來的計畫應該是已經要生效了 開始執行 不過因為疫情的關係往後延了一年 所以相信各位已經有很長的時間 一直在聽到這個MDR有多少的改變 你要做什麼樣的準備 那它的原油是什麼樣的情況呢 相信各位可能也有聽說 它主要就是有一個PIP的這個事件 它的產品質各位可以看到右方這個圖片 它是關於那個胸部的填充物 那因為在歐美它的這個填充物的使用非常的高 所以它在這個市場上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之後 銷售到歐美好多的國家 但是出現了這個問題就是它的這個原來該用的這個 這個醫療等級用的矽膠的填充物 改成的工業用的矽膠填充物 導致了這個外面的包裝洩漏出來 破裂然後內容物洩漏出來 那因為使用的人數很多 導致至少有30萬名的婦女受到的影響 那這個也只是初步的數字 其實有很多後來是可能沒有真正找到 對它有影響的那個婦女 為什麼因為這個事件讓這個歐盟很深刻的去看一下這個情況 就是它的這個上市後的這個追蹤的這個機制 建立的不夠完全 那也就是這樣子他們去歸納了幾個這個整個主要的確實 像公告機構是否扮演的這個適當的角色 他們在這個審查的過程中 是不是能夠真正的理解到這個每個廠商它的這個製造的過程 他們販售的這個情況 它的這個整個的管控的形形是什麼樣的 然後再來當然這個對於廠商的信任度也受到了影響 原來歐盟西方美國其實也是就是 基本上他們會認為廠商是對於自己的產品最熟悉的 它是要對這個產品負全責 它這個法規的角色是去確認你做了該做的事情 然後證明了你的產品安全之後 我就放心讓你到市場商店去發售 但是你自己要對這個產品去做負責任 但是這樣子的事情的影響 讓他們點調整的一些做法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材料更換後的評估是不是足夠 廠商是不是這個原來要求都有 但是你在換了這個材料之後 你是不是有做好的這個適當的評估 證明它可以取代原來的這個產品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剛剛前面有提到的就是 它是不是能夠廠商能夠主動的追蹤產品上市後的這個情況 還有就是法規人員 公司內部的法規人員在執行這些工作的時候 知不知道哪一些必須要上報 哪一些需要調整哪一些需要做新的這個措施 還有一個就是我相信各位有接觸FDA 還有這個歐盟的這個系統的時候 像我個人我是比較喜歡那個美國的系統 因為它所有的資料都放到FDA的網頁上面 你在找你所謂的Predicate Device 或者是你在找相關的這個Regulation Code 或者是在找這個相關的這個AE的事件啊等等等等 它都放在網頁上面都可以找得到 但是歐盟就是缺少了一個這樣子的系統 它是交由第三方 就是所謂的公道機構去各自做管理 所以它就沒有統一的信息去做連結 那這個如果各位對於這個事件有興趣 因為事實上影響很大 很多的新聞也有報導 各位可以上面的這個網站去連結 它會有一些說明 那你如果了解了之後 對於後面的這些工作 就會比較了解 為什麼歐盟要做這些改變 那我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也比較知道我要滿足歐洲新的這個條件 哪一些嘛 那主要的確是我們剛剛提到的這些 那相應過來的呢 第一個就是它的這個監督 還有管理工作的這個改善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 呃 事實上TIP的事件是在2010年之後 就陸陸續續開始發生了 呃 不過這個 法規各位可以看到 他是到2017年才公告 對不對 新的這個MDR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 他就是經歷了很久的這個討論 不過 呃 要改善這樣的情況 不能等到新的法規 都開始了之後 才去做調整 所以中間陸陸續續 有很多這個新的措施出來 就像這個 所謂的MANDAV的這個指引裡面都會說到 那 呃 比方說 過去歐盟他都不曾執行的 所謂的這個 就是大陸叫做飛檢 我們這邊應該是叫突擊檢查 就是 我過來集合工廠的時候 我不事先通知你 原來都是每一年做一次嘛 每一年的執行之前 他都會先跟廠商溝通 什麼時間適合 然後我要執行多少天 然後你們的這個人員是不是有更動 然後再去決定這個執行的這個 這個集合的動作 跟安排 那現在他就多了一個 你在一定的時間之內 必須要做這個 安排 對於公告機構就多了這些要求 然後對於這個 公司的這個法規的人員 現在也有新的要求 在MDR裡面 你必須要有一定的經驗 然後你要有一定的支持 我想這也呼應的剛剛那個 謝謝你提到的 對於這個法規 的重視 必須要把它這個提升 然後再來就是 材料更化後的評估不足 所以 對於這個臨床評估的要求 也就更深化 這個稍後我們大概稍微提一下 再來主動追蹤產品上市後的使用情況 這個也就是 我個人啊 我個人比較習慣用這個 產品上市後的追蹤管理 他的英文的單字是用 Post Market Surveillance 上市後的監督 但是他有時候會跟這個 另外的一項要求 叫Market Surveillance 叫做市場監督 會搞混 Post Market Surveillance 是廠商的工作 Market Surveillance 是監管單位的工作 Post Market Surveillance 是希望廠商能夠在產品上市之後 主動的去追蹤 這個產品上市之後 它是不是達到你預期的效果 或者是它出現了一些 你在這個產品的這個開發過程之中 不曾考慮到的新的風險 然後收集回來之後 你能夠做一些相應的措施 必須要主動的去做 再來就是這個上下游的這個供應商 上游的供應商啊 經銷商的這個管理 我記得我在那個 之前在德凱的時候 到了北京去集合一家 跟這個我們的集合員去做飛檢 然後就是去集合了一家 那個 所謂的心臟支架的這個製造廠 那它並不是這個產品的這個 我們叫做Brand Owner 不是這個Manufacturer 不是Apricant 它是這個 法國的一家這個公司的這個 代工廠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它對於這個 上游的供應商 你的這個代工廠 假設你是Critical的Sight 它可能飛檢也是會到你這裡來 而不是去 只是集合這個 所謂的這個Apricant 或者是Manufacturer 好再來就是這個 相關信息的部分 就是信息的透明度 還有可追蹤性 就是各位今天也一直有聽到這個UDI 還有這個所謂的UDA Map 就是它的這個中央的這個資料困 這個也都是他們現在在做的一些這個內容 那它目前的進展是怎麼樣呢 這裡我們用了這個英文 就是用了這個原來的Term 歐姆他們自己定下來的Term 給各位參考 就是這裡有一個所謂的MDR Role Map 可以到這個網頁裡面去看他們的原始的定下來的執行計畫 就是它要執行這個MDR的這個工作的時候 它需要去做哪一些改變 或者是做哪一些準備的這個工作 再來就是這個Rolling Plan 這個Rolling Plan 是依照這個Role Map底下 它的這個執行的進度是什麼樣的情況 這個是一個Excel的File 它裡面會定期的去更新它這個內容 然後這個是它初期定下來的計畫 當然這個可能跟原來初期定下來的計畫 已經有一點點不一樣了 因為有一些東西碰到了新的問題之後 它會再去做調整 那這裡給各位看一下 就是擷取這個Role Map裡面的這個信息 下來給各位參考 呼應到前面我們集的這個重點 它在這個臨床評估 還有臨床的這個investigation 還有這個performance evaluation 還有performance study 部分是它的一個大項的這個重點 再來就是這個產品的新的這個scope 還有它的分類分級 因為它也加進了一些過去可能 不算是醫療器材的局 比方說前面我們有聽到這個膠原蛋白 還是潑尿酸 類似這樣的產品 因為原來在歐盟的定義裡面 你只要是這個美化的這個產品 通常它不會把它定義成這個醫療器材 那過去我們可能國內有一些產品 像這個剛提到膠原蛋白和潑尿酸 它會去站在一個比較模糊的地帶 所以它必須在它的intending use裡面 去做一些調整 讓它滿足這個醫療器材的定義 所以它就能夠去申請新醫 那現在它是把這些產品 很明確的納入 要歸到這個MPR的這個範圍裡面去做管理 所以就不需要再去模糬兩顆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 Notify Body還有它的這個審查的方式的這個調整 這一次的改變 我們一直說它是一個全面性的影響 為什麼呢 不是只有廠商要面對好多這個新的要求 它從上 就是這個監管單位 他們自己要做得多好多的改變 他們過去沒有做過的 然後再來是這個公告機構 公告機構呢也要重新取得資格 才能做這個MDR的工作的審查 再來才有這個 這個廠商要去做調整 滿足這個MDR的要求 所以對於這個公告機構裡面 也有好多這個新的要求 比方說你看喔 他們成 他們現在對於這個怎麼樣去 呃 統一這個 這個公告機構能夠取得資格 他也告訴他們我接下來要怎麼樣審查你們 好 再來一個就是剛剛提到的一個重點 就是Post Market Simulation跟Vigilance 那 這次的調整我們一直搶MDR 但是 另外一個會被影響的領域是IVD的產品 IVD的產品 可能會碰到更大的困難 是因為 呃 原來的這個IVD的時候 大部分的這個IVD的產品 是必須要經過公告機構審查的 但是新的IVD Up之後 80%左右的產品都要經過公告機構的審查 所以有很多過去沒有經歷過這個審查過程的單位 呃 IVD的產品的單位 現在都要去面對這個事情 好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U.Man還有UDI 好 另外就是Market Experience 這個就是跟這個不一樣的地方 我剛剛提到的 還有再來就是真的IVD的 比較明確的明確的這個要求 那 呃 各位看到就是說 這個是他們這個執行的一些重點 呃 但是各位 不要去忽略這個信息 為什麼呢 呃 剛剛我們前面在提這個大的方向 它的這個改變的重點 對不對 那這裡 你也可以除了了解它的這個進展之外 你也可以從這些信息去了解 它改變的重點有哪一些 為什麼它要出新的guidance 為什麼它要出新的這個文件出來 為什麼它要有一個新的那個template 哦 這都是因為它在這上面做了改變 所以 如果有機會的話 去看看這裡面的內容 還有剛剛前面那個 謝謝你也有提到這個MDCG 那這個 Medical Device Coordination Group 它會一直持續的出現這個新的這個guidance 這些guidance都很有幫助的哦 像今天 呃 AI這個產品哦 它在19年 那 應該是跟Cyber Security差不多時間 也出台了這個 這個 所謂的這個 Software as Medical Device 怎麼樣去分類分級 的指引 也可以在這裡面 看到一些很有幫助的信息 再來就是 這麼多工作 那它的進度現在怎麼樣 呃 去年 去年 我們 到八九月的時候哦 我們都還一直期望 因為 那個 歐盟它一直有一個信息出來 就是說 你現在這個 公告機構不夠 但是我們在這個 19年的第四季度的時候 我們會qualify 就是 designate 更多的這個 公告機構 但是 這個都沒有發生 其實這個應該是在疫情之前嘛 並不是疫情之後 所以這本來是應該要更多公告機構 但是 它到了這個 20年之後 一直到我們現在 你看我們到 今年的五月的時候 是13個公告機構被 被那個授權了 但到現在哦 9月中 只有16家 那這16家的意義是什麼呢 我們如果比對一下哦 在MDD 目前 應該都排有54家 公告機構 現在只有16家公告機構被授權 那也就是說 那也就是說 這個 執行審查 這個單位的能量 現在是不夠的 那 當你看到這個信息的時候 你要做什麼事情呢 趕快 趕快找你的公告機構 跟他溝通 你們現在的進度 大概是怎麼樣 我怎麼跟你們做配合 那還有一個就是 就是 那個 專家的建立 專家庫的建立 難度非常的高 呃 他有一些的審查的工作 也做了調整 像我們剛剛講的哦 呃 抱歉因為今天可能時間比較短 沒有把這個詳細的資料給各位 不過 有機會的話 我們在這個做的時候 各位做分享哦 其中有一個就是 比如說臨床的資料 你要經過歐盟 這個專家庫裡面的專家 他看過之後 再反饋給公告機構 再去做最終的這個 這個結果 那過去以前都是 這個公告機構自己審完就好了 所以你看有很多 除了臨床之外 還有其他的一些 比較specific的這個 它是要交給專家去 去審查的 那這個建立難度 為什麼那麼高 因為他自己把這個 吧 就已經拉得很高了 這個要求拉得很高 你可能不能在業界有工作啊 你要這個 避免這個利益衝突的事情啊 等等等等等等的因素 導致他在建立這個專家庫的時候 他的這個進度 不如他自己的預期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已經很明確了吧 這個Udaman 這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他的中央資料 就是數據庫 他會已經延遲到 2022年才開放 目前的話 暫時都還沒有比較新的進度 還有相關質疑 還沒有完善 比方說 比如說 PMS的那個 report的template 現在也還沒有 announced 然後PM 那個 CF 他的有一些相關的 這個 Technical Evaluation 的那個template 他已經有了 但有一些這個指引 他都還在陸陸續續的準備當中 那當然還有一些 像前面我可能沒有提到的 就是他的RAWAP 裡面有提到 你可能有看到一個 叫做 Common Specification 那Common Specification 是有一點點像是 個別產品的指引 這個也在陸陸續續的 這個 釋出當中 尤其是剛剛我們提到的 像這個 膠原蛋白 這樣子的產品 他原先是沒有特定的要求 所以他 針對這一類的產品 會有一個 所謂的 Common Specification 提供給產業界去 知道怎麼做準備 有哪一些要求 所以目前的進度 可以看到就是說 在這個執行的工作上面 還是會蠻困難的 所以 各位可以理解 這個的資源 是非常有限的 要把握好 跟你們這個通告機構 能夠好好的溝通 那建議會是哪一些呢 好 對陣一下 第一個 最常說的對不對 這個道理很簡單 很容易懂 那 也就是呼應到 今天準備的這個內容 盡量去理解 監管單位 為什麼針對法規 有做這樣子的改變 那做了這些改變之後呢 我以前一直覺得喔 不要把這個當作是一個麻煩事情 因為 我想 如果比較廣的去看的話 法規的要求 基本上都是最基礎的這個要求 那也是建立了這個 醫療器材 製造商 監管單位 還有這個使用者的一個 共同的語言 大家能夠說同樣的話 我今天知道你已經取得這個 TFDA的這個證 我就知道你滿足了這些內容 所以是一個你可以跟市場溝通的一個工具 也是最基礎的要求 所以不要把它當作是一個很繁雜的事情喔 當然它工作很繁雜 但是它對於你的後面的工作是有幫助的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 呃 與公告機構維持良好的溝通 這是我剛剛提到的喔 那各位如果看到這個公告機構的情況喔 呃 比較 現實的 以了解它的現實的條件的情況喔 就是 呃 它對於人員的這個要求 跟各位 的這個工廠 是一樣的 我的人 我的公司內部的這個RMD 要經過一定的培訓 它才能夠去做它的工作 我的這個13485的這個 這個品質系統的人員 我要對於這個熟悉 我要給它培訓 它才能夠做這個工作 公告機構的審查人員是一樣的 喔 那它在從MDD轉換到MDR的時候 它也要歷經這個過程 那也就是說 它很難一次 把它的這個揮下 所有的分公司的人員 都一次做好這些培訓 那 對於它在取得這個MDR的公告資格 機構的資格的過程中 也會造成困擾 所以他們的目前的策略 以我理解的都是先從總部拿到資格 拿到資格的之後 這套系統被這個歐盟的這個監管單位 可能之後我再利用這套系統 去把這個審查的能力往外擴展 所以目前都會看到 比如說即使我談到 是16家這個公告機構取得資格了 大部分他們能夠審查的能量 應該都還是在歐洲 亞洲地區的這些分公司 可能都還要過一段時間之後 這些人員才會取得資格 所以你可能要去跟他溝通 怎麼樣你們能夠 拿到這些資質 那 我想 這個同時也是跟這個 這個 讓這個公告機構 有一個機會讓他知道 你們對於這個MDR的這個 改變也很清楚對不對 我想你在這個跟這個公告機構溝通的時候 能夠跟他做這個 同樣的語言的溝通 像對於這個我說的這個對症下藥 了解這個來龍去脈 做了哪些改變 你跟他說同樣的語言 你的這個 印象分數會加深嗎 然後你 他們覺得你不是來找他麻煩的 但我相信你在後面的這個工作的安排 就會有幫助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 先說好 我跟那個謝謝你沒有 之前沒有碰過面 我沒有跟他串通好 但是有很多內容 我們似乎都是提到同樣的 比方說 重視公司內部法規人員 還有他的工作所帶來的影響 呃 現在這個法規的這個要求 越來越複雜了 然後他的範圍也越來越廣 所以 他不會再只是一個人的這個文書工作 他是要有計畫性的去規劃 這些法規的工作要怎樣執行 有一些是可以併在一起的 有一些是必須要分開的 怎麼樣能夠利用你的熟悉度 增加你在法規工作上面的彈性 這是非常重要的 對於公司來講能夠節省資源 在同時你也能夠把這個效應極大化 所以法規人員 對於公司的內部來講是非常重要 要把這個他的這個工作性 讓他能夠凸顯出來 那再來就是 對於產品生命週期的認知 還有管理要做一些調整 為什麼呢 呃 我們前面有 剛才會提到的這個 臨床平步系統啊 或者是上次後的追蹤管理機制啊 他都是所謂的 Lifetime cycle 在新的法規裡面 他都要求你是持續的作業 好 臨床平步 他是一個大的工作 你在上市之前 要完成部分的階段工作 讓你的產品 能夠滿足法規的要求 取得證書 但是你在上市之後 你還要持續去追蹤 他在市場上面的臨床情況 那就是 可能各位在聽很多課程的時候 也會聽到的這個所謂的PMCS Postmarket clinical的follow-up 好 那這個機制 在這個法規裡面 當然也有說明 也是有跟這個 剛剛謝謝你提到的 計畫很重要 你的第一個動作 先做好計畫 然後再來去執行後面的動作 好 再來上市後的這個追蹤 就是Postmarket surveillance 也是一樣的 裡面最重要的 提到一個又是plank 所以你要有好的plank 你才能夠把這個計畫執行好 因為它不會是一個很短的階段性的工作 我們提到的就是 它必須是一個生命週期的這個工作 你要持續的去蒐集 然後當然不是那個一直蒐集一直蒐集就好了 你在階段 你在這個一定的階段時間之內 你要產出相應的報告去做一個階段性的總結 看看你在下一個階段的計畫 是不是要做調整 那這兩個為什麼很重要呢 真的在新的這個要求裡面已經很明確了 當然我們太喜歡說都是因為法規要求你才要做 事實上是這些工作對於這個產品的這個優化是很有幫助的 你這個上市後的這個臨床的這個評估能夠讓你去更了解 你產品要做什麼調整 然後這個上市後的追蹤管理 事實上這兩個工作你可以把它併在一起的 就是我提到的 如果你能夠能清楚的知道這個它的意義跟目的的話 很多工作是可以併在一起的 這個上市後的這個臨床追蹤 你可以把它當作是這個Post Market Service其中的一部分 因為很多收集的信息都是相關的 好 那這個有機會的話 我們可以再跟各位做比較深入的這個分享 那這個是我給各位的建議 因為這個資料收集完了之後 你可以當作你自己產品的臨床評估信息 怎麼說呢 因為新的這個MDR 它可能會有一部分要求你要跟市場上面相同的產品做評對 當你沒有辦法拿到一些比較深入的信息的時候 經過這個機制去收集回來的信息 更能夠直接的證明你的產品的安全性 所以這個是最有幫助的 所以及早把這個系統建立起來去按部就班的收集 必須要有的這個信息 對於你的這個MDR的工作是會很有幫助的 那希望我沒有超出太多時間 我的部分就到這邊 然後很謝謝各位